我们先来设想这样的一个场景 某一天 正在东沙海域进行演习的解放军 由航母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登陆舰 气垫船等战舰 以及海军的陆战队 组成的大型的舰队 浩浩淡淡地开到了东沙群岛的周边 当然 天上还有大型的战斗机群在盘旋 然后 解放军的舰队向驻岛台军传递信息 东沙群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属于中国山沙市辖区 中国解放军的海军舰队 将在半个小时后和平地尺路港口 海军的舰空兵飞机也将在岛上机场降落 并将在岛上驻扎 与你们一道的协同进行东沙群岛的防务 请你们做好迎接的准备 你们也属于中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地区单元 你应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指挥和管理 请你们务必保持冷静 保持高度的克制 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采取敌对的行动 更不要开火 否则 后果非常的严重 希望你们能够使中华民族大体 雇中华民族大局 看清形势 智慧的对待 希望我们和平地协作 愉快地相处 再然后 在大型的军舰的监控和警戒下 海军陆战队部队 一部分乘坐运输舰 登陆舰 从东沙族岛的港口登陆卸载 一部分乘坐轻型的船只 直接地驶入东沙岛的内户 直升机甚至是运输机降落东沙岛 再接下来 解放军源源不断地大量的登陆 就像在自家营区内一样 宣前挂着枪并不瞄准 向生活区指挥区机场大楼等处走去 现在再来设想一下 台湾的驻岛国军会怎样的应对 开火吗 概率肯定不到5% 因为他们非常的明白 开火就意味着被彻底的消灭 那么 他们会是什么心态和表现呢 六省五主 眼睁睁地看着 解放军和平的登陆 我相信 接连的到报告的蔡英文 同样也是六省五主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地 给驻岛部队下达指令命令 然后登岛的解放军 邀请驻岛的台军指挥官见面商讨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登岛解放军热烈地欢送 台湾的官兵返回台湾本岛 如此我们采用的这一方式 和平地登陆其他的岛屿 或者在组织大规模的环岛演习的时候 同一天同一时候 采用这样的方式 同时同步地对待台湾及其周边的岛屿 实际上这就是心理战 也是运兵的最高境界 不战而屈伦之兵 这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手段 再来说说这两天 美国派出了国务院的赤青 相当于外交部的第三把手到台湾访问 已经于登峰造极了 之前的卫生部长访台 都还可以打圆场说成是技术性的访问 不是正式的官方往来 但外交部的副部长级的官员访台 性质就非常的恶劣了 外交人员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官员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员 美国此举实际上就是在暗示 美台关系正在升格为国与国的关系 蔡英文在接待这位科拉奇先生的时候 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震惊海内外的话 他说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的一步 所有人都认为 暗示美国为了彻底的激怒中国 可能搞出实质变下 或者就是公开的美台建交 特朗普是个分子 那么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 为了阻止中国超过美国 他完全的可能停而走险 以美台建交逼迫中国与其断交 实现中美的脱钩 因为在之前 他的贸易脱钩 供应链脱钩 制造业脱钩 科技脱钩等伎俩 都被中国巧妙地化解了 特朗普在贸易上脱钩 逼得中国与其他的国际和地区的贸易关系 更为紧密 在科技上脱钩 逼得中国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实现高科技芯片的大幅度的自己自主 在香港问题上的逼宫 换来的是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和香港的完全回归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 我认为 这可能是特朗普的这个政治庶人 送给中国的又一份大力 美国历届总统明星里 高喊着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按理却为台独势力撑腰的做法 反而令大陆不好发作 就像在香港 修理本来都不搞了 如果不是反华势力欺人太盛 大陆不会断然地直接修法 按理说 美台两方南北为奸 已经多次地越过了两国关系的最后的底线 中国完全有理由依法宣布展开武统 但是 中国在积累道义的势难 直到舆论肇族 举世皆知对错是非 直到我方的哀兵之怒 如雷霆万军 直到我方 居高临下 事如破竹 万事俱备时 一战可以定乾坤时 我们才会彻底的亮剑 另一方面 我们不会随特朗普起舞 不会愚蠢的为他的选举助力 大家看看 美台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一桩桩一件件 触碰底线 自以为得意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记录在案的 将来 如果要拉清单 发习文 下账书 美台反动势力 面对铁的事实 一礼全是 必将会遭到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唾弃 以下我举例的势力 每一件都突破了中国的红线 底线 高压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到底要表演到何时 大陆的叙事待发 何时会喷包而出 台湾的地洞商摇 又会在何时开始 但总的结论是 美台到目前的挑衅 作为大陆武统的理由 已经足够了 一 是特朗普 后任时 寄予蔡英文通话 打破了中美政治的寄进 是对大陆的严重的非礼 二 是特朗普当选后 立即的派高级的幕僚访台 意图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 这也是历论 当选总统罕见的举动 三 是特朗普公然的 质疑历论的总统 一个中国的政策 创达了令人不安的信号 四 是美国国会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宣称允许美国的军舰访台 这也是对中美关系底线的挑战 中国公使不得不表态 美国军舰倒反之时 就是解放军 五统之律 五 是美海军 卫生船和美军的训练能源 倒反台湾 这是公然的在测试 大陆的冷耐力和打岔边球 六 是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台湾旅行法 鼓励公职能源和官员 造反台湾 为双方发声官方的关系 制造了法律依据 七 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授权美总统 在台湾受到大陆攻击时 出兵爆台 这又是对中美建交 基本原则的 功能的践踏 又是对大陆的恫吓 八 特朗普将对台军售 从过去的审批制 表于现在的常态化 从过去的以防御性的武器为主 改为可以销售先进的战机和攻击性武器 完全的无视中美之间曾经达成的最低限度的默契 九 美国首次该欧吊的打压与台断交的国家 十 美国给予了蔡英文高规格的过境安排 不仅会见了美国的官方人士 而且还在大学招摇过世做演讲 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最高调的一次 十一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首次公开表示 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这已经很有一点石破天津的味道了 十二 美国高调的与台湾发生官方的关系 完全突破了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承诺 十三 美驻联合国代表会见了台湾驻美代表 并声称希望会见蔡英文 十四 美军加油机与台湾联合演习空中加油 十五 台湾驻美国代表对外居然支撑大使 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美台到底要干什么 零三岁的小孩恐怕都看得出来了 美台联合分裂我国之心路人皆知 不要以为大陆只是一味的冷烂 大陆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出牌 大陆多次的声明 捍卫主权完整的决心不可能动摇 但台湾的那些一路朝台独狂奔的人 全当耳边分 他们一直幻想着美国会保护他们 而大陆不敢出手 最终会让他们的还凉美梦成真 解放军七十年来 第一次连续数月大规模的演习 明年针对台湾军机完全的使海峡中线 会无误 常怠化的大规模的飞机群 在台湾的上空巡航 这意味着 我军不怕插枪走火了 我军倒是希望 对方先打第一枪 然后将雷霆之力驾驭台军 青江岛 之力驾驭台军 对方先打第一枝 第二枝